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我问你 就是广美咱俩了解不了解 了解 就是你现在越给她打电话 她越觉得你对她有意思 你明白吗 我跟你说 如果你要是想跟她说这事的话 你就给她发一短信 对 发一短信 发短信 你们俩看看我 我短信我这么说行不行啊 我说 广美 你别误会 那短信信我发错了 我是要发给我老婆桃子的 这不就说得很清楚了吧 很清楚了吧 是不是 不对啊 哥 你说你现在发短信息和打电话 有什么区别 不都一样吗 不是 那不能再误会 你不打电话是可以的 没事啊 短信息得发呀 你看你给广美发一信息 误会了吧 她给你回了多少暧昧的信息啊 你现在 是所以我就是不让她 再给我发这种暧昧的信息 我得给她回一个呀 这不是就让她断了念想吗 但是她给你发那么多 你再回她再给你发 那不是属于调停吗 我发得着短信吗 我打得着电话吗 该她的话 西方 来 喝口水 那个苏清挺好的吧 挺好的 我们也都照顾得挺细心的 你把我约出来 不光问这事吧 是 还什么事说 有个事想求你帮忙 不好意思说出口 有什么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说吧 我找你借钱 多少 八十三万 多少 八十三万 你把我卖了吗 你把我卖了吗 你看我像有八十三万的人吗 不是 你干吗了 你要借这么多钱 借八十三万 不是 哥们儿 是这么回事啊 就那个 那邓家家你知道吗 就是他做流产那天晚上 他哥 又非逼着我写一个三十万的签条 说把钱给他以后 我跟他妹妹就一拍两散了 然后我一心想 反正这事是我惹的 我认了 我就借钱 把这钱给他了 你就说你 你给完钱这邓家家就走了是吧 对 就走了 反正到现在吧 我们一直没见面 他哥说呢 给带回老家去了 说他不想看着他妹妹 还跟我糊了糊涂地过一辈子 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来往了吧 不会 不会 肯定不会 不然那不对啊 那也是三十万的事 怎么就飞出一八十三万啊 我也是一时糊涂 我跟高利贷公司借的 结果利滚利就滚出这么多来 吃饱了撑的吗你 不是你不知道这借高利贷的事 是非法吗 反正进行时你不看啊 我记得去年整个北京市局 就扫一圈了 不是你想干吗呀 脑子进水了吧你一会儿了 我不是也没办法吗我 你没办法你找我呀 我没八十三万 我三十万我好歹给你凑给大概齐吧 不是我找你我怎么说呀 就这种事我说出出口吗 我好意思啊我 好意思你把个人姑娘肚子搞大了 你不好意思借这点钱是吧 不是段西风你真够可以的我说吧 是啊我这 这 这钱隔谁身上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不 我也确实没辙了哥们 这利滚利吓人你知道吗 我这赶紧先把这裤子赶紧堵上 求求你了行吗 你就当我哥们这会儿忙 我一定还你这钱好不好 我没有八十三万 我到哪儿给你弄八十三万去 你说 好啊 这能张嘴吃东西了 这就证明这 烧腿 是吧 烧腿拿碗抓紧啊 你要跟你说个事啊 心情还行吧 今天挺好的呀 上岸事干嘛 等我心情好的时候商量啊 有话直说不许斗圈的 是西风来找我了 他找你干嘛呀 借钱 他找你借钱 他呢跟那小三就掰了 彻彻底底的干干净净的 就分开了 结果就那小三他哥就不干 让他拿三十万块钱 他这不精神出户了吗 哪儿来钱啊 结果也不知道哪根筋大错 就借了高利贷 现在三十万的高利贷 力滚力滚到八十三万 八十三万 管咱们借八十三万 不是你说要说能帮咱们肯定是 这是得帮 关键咱哪儿来那么多钱哪 说的就是呢我是这么想的 上回吃饭我不是有一个兄弟吗 就我们那老二里见 随便吃顿饭好几万 这小子挺有钱的 手上也有闲钱 我说我给西风做个担保 让他来借 然后借完之后他再还 见完这窟窿给堵上 你觉得行不行 行吧 那主能这么着了 那就这么着了 好吧 我姐不知道吧 你姐能知道吗 那不能让你姐知道 这西风 熬什么呀熬 熬 昨天的洗手机说玩游戏 根本就不是玩游戏 明明就是在打电话 是不是跟西风打电话呢 对对对 给西风打电话 还想瞒着我 就你这样 你骗得了我吗你 来 我跟你说啊 以后有什么事 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不许骗我 我跟你说 我可受不了别人骗我 你要是骗我 让我知道那后果 你自己想吧 你听见没有啊 听见了 不干脆犹豫了 你这服事呢 服事有效的没有 服事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我给李健儿打电话吧 行 你给他打电话吧 我底下交代一下 好 我下班了 健儿 我果然 你 行啊你 你跑英国干嘛去吧 哎呦真不错啊 还能带着老婆女儿到英国肚子架呢 哎呦这么个事啊 那个要命的事啊 就我一个特好的一个朋友 一个哥们儿 也是我的媒人 就遇上点 就是人也要命的事儿 就我给他做个担保 就管你借钱 八十三万 不是这样 我呢让他给你写一个借据 姓名单位 生证号码全都写在里面 能够产生法律效应了 对 然后我再给你写一个担保 好不好 那好嘞 哎 那个 估计没那么快能还啊 我估计怎么着也得一年 我回头把那个具体还款日期 我也给你写在上面好吗 那好嘞 行 那你那个 你把你那个助理的那电话号码 你发我手机上吧 我明天跟联系就行啊 哎呦 太够意思了 够意思够意思 那好嘞 那这么着啊 祝你们全家在英国玩得开心啊 回来 回来咱们吃饭喝酒啊 好嘞 白了啊 哥们儿 好嘞 我跟你说啊 以后有什么事 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现在不能说 环球地理这事吧 要不之前咱就干脆告诉唐子姐 既然之前都没告诉我 你现在告诉算什么呀 你要是骗我让我知道 那后悟你自己想吧 老公 你快洗澡去 快点儿 好 好 好 手机在手里钻一碗上了 洗澡也带着手机啊 我玩会儿游戏啊 有洗澡玩游戏的吗 你手机防水的啊 怎么那么逗啊你今天 那个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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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待会儿再洗 我一会儿呢 我一会儿再洗 你别待会儿再洗啊 今天那个 我有个事我必须得跟你说了 我要不跟你说 我心里就得憋屈死了 我要跟你坦白 我要跟你如实交代 说 干什么坏事了 快 不是 我干什么坏事 我什么坏事我也没干 你看 就是这样 就是前两天 我不是到上海 那个参加环球地理那服事吗 后来你也去了 是吧 今儿那谁也在 谁啊 我跟你说了 你不能生气行吗 你保证我跟你说了 你绝对不能生气行吗 谁啊 行不行吗 谁啊 光美 这儿真的宝贝你别生气行吗 你绝对不生气行吗 不生气啊 光美 她退去上海干吗呀 她是那个 那环球地理中国区的那个 都叫做人轮心 上海干什么也不糊了 光美 丧共有所尚ivo的那天 我跟他们樱这个 那儿如果轮到这个 свидashing 晓晓晓 干吗呀 你接着往下说 说你们俩怎么了 说吧 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 真的 这么大声干吗呀 我 我声大吗 大 你心里没鬼你嚷嚷什么呀 心里没鬼 这么大反应啊 我跟你说 我真的跟他什么事都没有 不是 你就说吧 你就 去往下说吧 怎么了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那天那个老金 对吧 就是老金 他不是在我房间吗 对吧 看着在啰啰啰在那儿跟我说 说的我 我说 老板 你眼睛 你别 别飘眼来花行吗 别 别飘眼来花行吗 不是说好了 不是不生气吗 行吗 你说不说 我说 我说你别生气行吗 说你就快快说 那行 我说 我说 就是那老金 对吧 老金他死嘴白咧的 就到我房间里 才有找我聊天 对吧 完了不都搬到我房间来了吗 搬过来之后他 不是 老板 你别用那种眼神 看着我行吗 木框肉喝多了 就是这么回事 就这老金 老金这不死嘴白咧 就搬到我屋里吗 到我屋里边接着跟我乐乐 对吧 完了我不是跟你说吗 我说宝贝 我说你能不能 你在边上开一房 后来你就到边上开一房 对吧 没错吧 是吧 完了呢 你过去之后 我就本来我想从这儿 再脱身出来到你屋去 就没那样机会了 完了我不是给你发一短信吗 对吧 对吧 你想见没有 我给你发一短信 我这金总就跑过来 就算盯上我了 我说看见了我了 我今晚上没戏了 回北京再说 爱你宝贝 没错吧 我当时你短信息 是不是这么发的 没错吧 是哈 对吧 我这么发的 完了我是刚想 就这广美这短信就进来了 这广美这短信息就进来 就让我到他那房间找他去 就但是我 我没去啊 我绝对没去 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 我也不可能去 就他那个意思 让我到他房间就找他去 就他给我说一下 明天那个复事的内容 想给我漏点小道消息 但是我 我肯定没去 我绝对没去 这绝对是真的 我说这宝贝真的 你别挂眼泪花行吗 行吗 行吗 你别挂我 你别挂眼泪花行吗 你说你 我说我说 你别挂我 我说我接着说 你别生气 行吗 你真别生气 完了事之后 我一看那短信息 我就想给他回过去 我就为图上事 我就想把我给你发的那个 给他发过去 就但是啊 就是我给你发的那短信 后边那几句话 你比如说 说宝贝 我今天晚上 就可能委屈你了 回北京再说 爱你宝贝 就这一几句话 我是不可能给他发过去的 我把那句话肯定给删了 然后我正在那儿 正在那儿就粘贴 我给你发的那条短信息 正在那儿粘呢 完了我就准备要删这个 完了这老金 就啪啪一拍我 我这我这手就一哆嗦 一 一哆嗦 就整条的那个 就给那狂美发过去 就是发过去之后 他就完全就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那并不是我想给他发的 我那是给你发的 结果他就误以为 我对他还有感情 就好像我还要跟他怎么着实 我怎么可能还跟他怎么着 我跟他不可能再怎么着了 就你明白吧 宝贝 就是他误会我 我给他发的那个短信了 就我没真提好 是这个意思 宝贝 就是真的 师傅 我就问你 为什么广美在这个 黄金地里杂志 你不早告诉我呀 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呀 我死对 你别跟我来这一趟 你就诚书试试 谢谢 我是跟你诚书试试 我跟你说 宝贝 我 我这个 这是我办的又一件 就对不起你的事 其实那广美在环金地里 当时我早就知道 早知道 你早知道就不告诉我呀 不是 你别急 你别 我早知道你怎么 不是 你听我 你听我跟你说 你跟我伤了都没伤了 你就帮我给那个环球地铃 你就把我那个 那个简历就给投去了 然后还让我下午去复试 你要之前跟我伤了 我就告诉你了 我说广美就在那儿呢 结果你还那么样积极的 特别热情的 我死叻白烈的 非要让我去 你记不记得那天 那天我给你打电话了一张 我说我说我还没想好呢 对吧 我当时是那么说的吧 后来我又给你回过电话 我说我稍微考虑一下 我就考虑那么一小下 我是那么说的吧 就当时我在宠物店呢 七星人还有那飘飘都在呢 完了我就跟他们俩就开会 因为我当时你跟我说这个吧 我这脑子有点犯蒙了 我转不过来 我让他们俩帮我出出主意 七星人就说 说去 说哥 你得去 飘飘说就不同意去 飘飘就说 说哥 你要是这事不让陶子姐知道 陶子姐肯定会胜的气 会怪你 姐会特别难过 就是我不骗你宝贝 本来飘飘那句话都快说服我了 但是七星又有一句话就 一下就说我心坎里了 就七星叔说 哥 说你这辈子 你太需要一次证明你的机会 你到那展示一下你的才华 我真的 我就一下就被这句话 就打到心坎里了 我跟你说 宝贝 我是这么想的 我到环球地里我去复试 我之前的那个面试 我就是想让那么高的一个平台 才看到我果然的才华 看到我的专业技能 我是可以成为一个 非常优秀的大摄影师的 我想证明我自己我行 我不骗你宝贝 我跟你说 我这一辈子了 我三十五年了 我在明镜举 我看干了快十年了 我没证明我自己 我想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 一个平台证明我果然行 我真的就这么想的 我就是想 我一旦要是成为了 环球地里杂志的摄影师了 我会跟你河畔特出 我告诉你 但是宝贝 我一定会离开那儿 我不会在环球地里 因为环球地里有那广美赛 我不会再让你这个人伤害你 这是我真心所想 你现在有机会了 有机会实现你梦想的 不是 宝贝 我真的 我真没骗你 真的 真的 我发誓 我真的 我就对你是真的 我对你是一心一意的 真的 谁给你发早气呢 谁呀 这 这也不用买 谁呀 这 这 这不是谁 这是谁呀 我真不是谁 不是谁你不给我看 不是 又又又 白白白手 白手啊 你松手啊 就是 你别说 不是 他 心爱的 这不接电话 我在家等你 快来 爱你 宝贝 不是 宝贝 你能听我 听我跟你说吗 就是他给我发这样的短信息 就是愿违会错我那个意思了 真的 不是 我问你 这里这十几个电话 是不是他给你打的 是他给我打的 就是但是宝贝你 你 你能听 不是 你松手行吗 你 先松手 别生气 行吗 你先休会儿弄你 听我耐心跟你解释 行吗 我就是给他发错那短信息了 真的 不是 宝贝 真的 你 你相信我行吗 你 你相信 我就是给他发错这短信息了 真的 微信 我知道 听吧 就是但是这个微信 他是因为 会错我那个意思了 你听不听 不是 这有什么 我跟你说 他之所以因为 不是 你到底听不听 听不听 听不听 我听 我听 就是短信息 他刚才是用那样的原因 就是误会我了 再给我发一微信 依然还是误会 认为我还对他有那个意思 我对他不可能有 听不听 听 赶快听 不是 你在这磨叽事 我听 我 要你给我 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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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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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磨叽什么呢 莫然啊 刚才是不是因为杨桃在你身边 你不好接电话呀 那你就跟杨桃说 金总约你谈工作晚上 你得应酬啊 女人嘛 忽悠一下就行了 那我在家等你啊 我真的没玩了 他误会我给他发的那短信息了 那真不是我承认给他发的 不是 真的吗 不是 他真的误会我 是因为我那手一多死 就全赖我 我就 我说那是 我说我怎么把那个 我把那简历前一天投出去 转天你就能拿着那个 面试的通知 我就说这事挺蹊跷的 不是 这是跟那蹊跷跷跷跷 没什么看的 我 我问你 我 你面试那天是不是 他给你面试的 是 他是在 但不光他还一大帮人哪 你给我这坐着去 我真的不愿意 你给我这坐着去 我误会那个意思了 你坐这儿 他是误会我那意思了 我就问你 你喝多那天 是不是就跟广美在一块儿 他是他叫我去的 但是绝对那派对是真的 那老金就在那儿 就非逼我喝那洋酒 我也没想到 那洋酒劲儿就那么大 果然你到底还要多少秘密 你瞒着我 你要想说 你就早点跟我说 你别一点一点说 我跟你说 我受不了这种刺激 老婆 宝贝 我在你这儿没秘密 有金总这人吗 金总就在那广美吧 真有金总这人 怎么还就不信了呢 你们俩就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给老金打电话 你们俩从来 我让你听听见人 有多能说 你们俩就一直就偶顿死了 从来都没断过 我婚前就断了 我特别碍事是不是 不 宝贝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你是不是玩着 看着锅里的 你真两不耽误 不是 我俩 不是 我跟你说 真的 宝贝 我真不是那样了 宝贝 你听我给你解释行吗 你误会我了 你完全误会我了